我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叫吴童彤的学生 有啊 您是童彤的 我是她的父亲 那太好了 我正想给童彤的妈妈打电话呢 童彤遇到了点小麻烦 什么麻烦 是这样的 童彤跟班里的孩子打架了 我已经通知了对方家长过来 家长的意思是 最好能和童彤的妈妈谈谈 麻烦你去跟对方的家长说 童彤的爸爸来跟她谈 好的 你们这件事情好好解决解决 小小年纪就随便打人 你妈妈怎么教你的呀 这是有娘生没爹教 没爹教也用不着你来教 园长 这位是童彤的爸爸 你不是说我爸爸 你先去忙吧 那你的爸爸去哪里了 我的爸爸去魔法学校了 我们先不说这些了 让我来帮童彤 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吴先生 我姓李 误会误会 误会什么呀 误会 你儿子打我儿子了 为什么打人 是 是他 是他先打我的 他说我没爸爸 有教养的人会这么说话吗 小孩子吵吵嘴有什么好奇怪的 打人就是不对 有话好好说 动手说什么英雄好汉啊 童童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是英雄好汉 有感 坚强 有爱心 还要帮助别人 还要懂得礼让和包容 今天我们就像个男子汉一样 原谅他好不好 那我儿子就白让你打了 请您冷静一下 事情都有个前因后果 我们会按照实际情况 妥善处理的 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 今天是你打人 动手就是不对 我们去跟他道歉好不好 对不起 希望你可以接受童童的道歉 也希望你可以就 刚刚不当的言辞 跟童童说对不起 这样以后 大家还是好朋友 院长 对不起 没关系 您就是历史集团的董事长 您的助理林建东先生 已经和我联系过了 说是您要为我们幼儿园 捐个图书馆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 那你就感谢我的儿子 在你的幼儿园念书吧 童童 去拿你的东西跟我走 嗯 好酷的车 好酷的车 好酷 童童来 妈妈说不能随便跟陌生人上车 我们上次在医院见过面的 刚刚也算是已经认识了 怎么能说陌生人呢 童童心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 妈妈说爸爸是真正的男子汉 爸爸勇敢坚强有爱心 愿意帮助别人 她是这样说的 妈妈让我像爸爸一样 将来也当男子汉 可是我妈妈说 爸爸去魔法学院学魔法 帮助哈利波特打坏人 爸爸也会魔法 真的吗 好神奇啊 现在想起了吧 神奇啊 现在想起了吧 现在想起了吧 神奇啊 童童 坐好 把书包拿下来 来 来 坐好 你带我去哪里呀 送我回家吧 我妈妈会担心我的 你脚上有伤要包扎 小宋 厉总 车上有没有急救箱 有 这是我的儿情 我 我不要 你脚上有伤要伤要 坐好 我不要 就不要 你不伤要到时候 脚发炎会痛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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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害怕擦药啊 还不是呢 男子汉 不应该害怕擦药的 就像那个 哈利波特 真的吗 当然了 过来 我 我 我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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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才要就不疼 疼 打架的时候怎么也觉得疼 你觉得拳头厉害 当然厉害了 我看看 那现在你的拳头厉害 还是我的拳头厉害 一个人单靠拳头来解决问题 是最笨的 你知道吗 真正聪明的人是用这种 脑子 总之记得打架 并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一定要打架的话 就一定要把那个人打到站不起来 没有办法还手 否则就不要轻易动手 我听不明白啊 你知不知道 童童 童童 法庭的判局还没有下来 李仲萌 她连探视的权利都没有 谁允许她未经我的同意 就把童童接走的 吴小姐 我也是拿人工资替人打工 我无权替李总做决定 你要是接孩子 你自己跟李总说 好吧 我 吴小姐 我这忙翻天了 李总临时取下了情城 要不然我把电话告诉你 不叫叫人拍车接你 好 她电话多少啊 我一会发给你好不好 好 谢谢啊